文華東方員工一早一就照常上班 看不出有任何異狀 不過台北市勞動局上午也召開記者會 證實收到業者提出的大量解雇計畫書 文華東方希望預定在6月7號 要資遣212位的員工 其實今年3月1號就傳出文華東方高階主管 減薪10%到20%不等 5月27號被爆出將大量裁員 當天晚間業者向勞動局提大量解雇計畫書 表示飯店內863名員工將裁員212人 內部員工也被告知最後工作日是6月7號 那麼現在有一個爭議點 也就是說要在60天前提出計畫 如果文華東方還是要依照6月7號來資遣的話 那麼就會違反了大捷法相關的規定 3 2 1 文華東方投資金額超過250億 2014年5月開幕當時還邀請隱新林青霞現身剪彩 更被稱為是台灣觀光飯店黃冠上的珍珠 但如今也不敵疫情衝擊 除了資遣200多位員工 同時也將在6月1號起暫時不開放住房服務 文華東方他們並沒有來申請 也許他們有他們經營策略上的考量 文華東方發聲明表示 酒店會依照調整後的營運規劃 對員工的工作進行調整 很遺憾不得不資遣部分員工 會依據相關勞動法令規範及程序辦理 及顧及所有員工權益 也期望在國際觀光旅遊盛況重啟之時 能回復全館運作 謝謝陳家倫林韓台報導